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什么人?为何出现在龙宫? 阿弥陀佛,我是一个四处行脚的云游僧,来到这里是为了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这块能够散发凉气的石头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这邪龙石是我们龙宫的至宝,我只能在边上乘凉,岂能借给你们凡人? 实不相瞒,我借它是为了拯救世人 少说废话,不然就对你不客气了 既然这样,我要拜见你们龙王 大师要借歇龙石? 正是 不行啊,大师借什么都行,唯独这块歇龙石不能借 这是为何? 我们龙族晃了几百年,才从海底将它打捞上来 这石头清凉异常,我们龙族,尤其我的龙儿,每天工作都汗水淋漓,燥热难耐 只有在石上歇息养神,才能消热吃草 如此说来,这石头在龙宫,仅仅用来解暑 若能送去路上,却能解救天下苍生 孰轻孰众,还望龙王冥界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若能救得天下苍生,这是多么广大的功德呀,龙王 这邪龙石重大万斤 料他一个老和尚也没有办法搬走 姑且答应他,看他怎么搬运 大师说得好,要是您能搬走他,本王愿随喜功德 阿弥陀佛 变 多谢龙王,我们后会有期 谢龙石呢 父王,谢龙石 龙儿莫及,石头被一位大师借走了 本王让叶叉再去找一块灰来 谢龙石乃是海中之宝 哪那么容易找得到 孩儿去找那和尚,讨回石头 不要去,那位大师法力高强 那我就去跟他逗逗访 老和尚,快把谢龙石还给我 小龙王,请住手 快把谢龙石交出来 不然的话,我要扫平雾缝山 那是蜜魔岩,谢龙石就在里面 跟我来 跟我来 不好,中计了 老和尚,一刷杖 文主菩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等在此好好修行 自有人来朝拜和供养 若干年后 来五台山,若不到招龙洞 只算朝拜了半个五台山 朝龙洞在什么位置 就是合并在一起的那两座山峰 原先叫蜜魔岩 据说龙王的儿子在那里修行 我刚才到了极乐世界 你为什么拉着我离开 那明明是地狱 怎么会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地狱 阿弥陀佛 到朝龙洞里拜的人 见到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 善良的人 能看见佛、菩萨 邪恶的人 则见不到欢乐境界 可谓万人万境 如今清凉寺虽已没落 但那块清凉石至今人在 人坐骑上顿生良意 佛教智慧故事 相传在南北朝后卫时期 武台山上有一座灵鹫寺 每到阳春三月 一例都会开无遮大会 无论出家在家 无论僧俗似众 男女老少 富人还是穷人 甚至是乞丐 都可以平等参加 一起享用斋饭 他是谁 不认识 八成是来这讨吃的 天底下怎么这么多 喜欢占便宜的人 就算人家四月不缺供养 也不能空着手来白吃白喝呀 赵元万 请到斋堂里面坐 多谢小师傅 师傅 我们没有多余的钱财 这些蔬菜请您收下 多谢两位施主 你们那边请 请 施主请 施主您 师傅 我没有其他的东西 只有这些头发 供养三把 请您不要拒绝 这好吧 那我就收下了 您请那边坐 小师傅 来了 赵元万 您有什么吩咐 我早上还没吃饭 能先给我准备一些吃的吗 您稍等我这就去 师傅 我还有急事要到别的地方去 能不能先分一些吃的给我 这不行 还没到用斋时间呢 不能破坏了规矩 为什么那位老爷可以先吃 你说赵元万 他可是我们寺院的大施主 每年供养的钱财不计其数 众生平等 怎么可以有贵贱之分呢 这总之不行 你再等一会吧 小师傅 我真的有急事 你们为何在此喧哗 师傅 这位施主说 有急事 想提前用斋 请问施主 您是从哪里来的 从来的地方来 看来他也是一位修道之人 大师 请您大发慈悲 先分一些吃的给我 好 就一施主 去拿三份食物来 分给女施主和她的两个孩子 是 请等一下 我的这只狗 也要吃一些东西才行啊 我们斋会只给人提供食物 不给畜生 众生平等 没有人我分别 难道人畜就该有分别吗 施主说的对 去给这位狗施主 也准备一份食物 是 请等一下 我的肚子里还有小孩 也需要分一些食物来吃 女施主 你来这里求出家人不食摘食 却如此贪得无厌 是何道理 你肚子里的小孩根本还没出生 难道他也能进食 你再三所求 无非贪恋美味 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 苦瓜连根苦 甜瓜彻底甜 三界无召处 知识 阿是贤 阿 阿 众生学平等 心随万境波 百孩俱舍器 其如 阿 爱赠何 我刚才胡言乱语 得罪了菩萨 怎么办 怎么办呀 求菩萨恕罪 求菩萨恕罪 大赏 愿您垂实真正的平等法门 也好让我们一心奉行 持心如大地 亦如水火风 无二无分别 究竟 如虚空 我有眼不识真摄 学佛修行数十载 明知有平等不识之心 却控制不了自己心识的波动 随着境界而流转不停 明知要舍下这个外在的身体 无奈心中仍然存着爱憎之心 亵渎了菩萨呀 去把刀拿来 我要挖出双眼 已输罪过 老师 您别这么做 施然挖了双眼 也于事无补 输罪的方法很多 您又何苦出此下策呢 师父 弟子瞒着您 我按照大众供养财物的多少 而分别对待 要是您自挖双眼 弟子岂不是要一次谢罪了 别罢 你去把菩萨供养的绣发拿来 我要修建宝塔供养 明朝万历初年 元广法师接任住持 为了要重新装修宝塔 在塔下绝出大势的圣发 发色变化不定 这座宝塔 现在矗立在五台山大塔院寺的东侧 以戒后市 佛教智慧故事 相传在唐朝的时候 闪失地方的人不知有三宝 多造恶业而不自知 有一天 一位首提鱼兰卖鱼的美貌少女 来到了这里 让一让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佳人呢 小姑娘 你真漂亮 成亲了吗 我还没有娶妻呢 嫁给我吧 我的夫人刚刚去世 嫁给我啊 我的财产全是你的 这么多人追求她 她怎么会看上我这个穷书上 阿弥陀佛 公子可是为那位小姐叹息 大师见笑了 小生何得何囊 曾可得到那位小姐的垂青 有道是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如果公子真对那位小姐有意 何不请梅人去提亲呢 多谢大师 你也想娶那位小姐 这有什么不妥吗 实不相瞒 这一个上午 就有几十个人请我做梅 你也别灰心 说不定人家小姐就看中了你 到时候这梅人红包 可要给我包的大一点呢 嗯嗯 这些公子老爷 有的家财万贯 有的才华横溢 你相中了哪个 只管告诉我 嗯 怎么你都没看上 没关系 我那儿还有很多被用的人选呢 请您把这些提亲的人都请来 我有话跟他们说 你想当面挑选 哎呀 这也对 画下来的不一定真实 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嘿嘿嘿 我就一个人 怎么能嫁你们这许多的人呢 这样好了 如果有谁能在一夜之间 背熟这本书 我就嫁给他 普门饼 而是 无尽义菩萨即从做起 偏袒右肩 合掌向佛 而做事业 世尊观世音菩萨 以和因缘 明观世音 嗯 我还是不能嫁给你们二十个人 只好再继续比试了 这次比什么 四书五金嘛 我现在就背给你听 这次 谁能在一夜之间 背熟这本金刚经 我就做他的妻子 我不能睡 我们都把金刚经背下来了 这次是不是该比功夫了 这次背法华经 还背 我背下来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妻子了 不要走 不要 佛说是金石 谱 谱 谱什么来着 谱贤等诸菩萨 舍利福等诸菩萨 即朱天 龙 人非人等 一切大会 皆大欢喜 受之佛语 坐礼而去 公子慧根深厚 您以后就是我的父君了 真的 这太好了 好痛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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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随我而去 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 还有什么意思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公子 不要被伤 您的夫人并没有死 不信的话 可以开关一看 阿弥陀佛 这是怎么回事 令夫人不是什么卖鱼的女子 她是观世音菩萨的视线呢 阿弥陀佛 从那以后 马公子落发为僧 弘扬三宝 为当地的人种善因 结善果 于兰观音的传说 也因此而流传了下来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 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 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 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获养近千只的狗孩 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 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 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互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慈悲置业 花莲中心特会病苦众生 旗见21日药师法会 供送药师经 持药师咒 每日点灯 供水 药供及甘露师食 供请常驻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4月15日起 至5月5日止 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谷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余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慶祝佛诞节 慈悲置业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特举办 公送玉佛功德经 佛仪教三经 及佛前大贡 公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5月6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 玉佛功德经 下午1点半 佛仪教三经 地点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法会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音乐 词曲 李宗兰大飞观音道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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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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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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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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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道友 弟道公 兄弟母 孝在中 姐姐 姐姐 这是怎么了 孝孝 你是谁 是我 吓死我了 这是什么 这是心灵头盔 心灵头盔 只要把它戴在头上 你内心的想法就会显现出来 真的吗 让我来试一试 你可要想清楚再试 想清楚 是啊 戴上头盔你可就再没有秘密了 这 这可怎么办 你到底是不是 你不是 我可要收起来了 你先别急着收起来 让我好好想一想 快进屋来 该吃饭了 好的 妈妈 我马上就来 我来了 哥哥 等一下 我马上就来了 我说 我把你帮给你帮助 我把你帮助 你帮助 我把你帮助 你帮助 我帮助 你帮助 我帮助 小慧有事 那你干嘛对着日历发呆 姐姐也是这样的 而且她在七号上画了一个圆圈 这你还不懂 对小慧来说 七号一定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七号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会不会是小慧的生日 不是 姐姐的生日刚刚过完 那是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我想起来了 七号是小慧妈妈的生日 对呀 七号是伯母的生日 我怎么忘记了呢 太不应该了 小慧一定是在给他妈妈准备生日礼物 看样子 姐姐想得很苦恼 小宠哥 你帮帮姐姐吧 我又不是小慧肚子里的蛔虫 怎么能知道她的想法 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姐姐苦恼啊 小宠哥你想想办法吧 你那么神通广大 一定会有办法的 真的你没办法 你就帮帮忙吧 小慧想了那么久 一定有很多想法 咱们只要找出她内心最重意的想法 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怎么才能找出姐姐内心最重意的想法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可以去问问小慧 姐姐不会告诉我的 你不去问 怎么知道 姐姐有心事 从外都不说的 那我再好好想想 我们可以用心灵头盔试试 对呀 使用心灵头盔就能知道姐姐内心的想法了 那我们去找小慧吧 不行 不行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这有什么不好的 如果那是姐姐的秘密 不想让人知道 咱们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道德呢 说的也有道理 咱们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除此之外 我再没有办法了 我来了 姐姐说她还有事要做 你先不吃饭了 谁啊 姐姐 我是笑笑 等一下 姐姐 你 这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早晨没吃饭 我们来看看你 你看上去 怎么这么憔悴啊 唉 我正在想一件事情 是不是伯母的生日快到了 你为准备生日礼物而烦恼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笑笑昨天叫你吃饭 借你的日历上 在伯母的生日那天 画了个圆圈 哦 我有很多想法 但不知道该如何决定 笑笑 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姐姐 我们有个办法 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尝试呢 什么办法 说来听听 咱们进屋里说吧 心灵头盔 嗯 这个就是心灵头盔 他能知道我内心的想法吗 他能把人内心深入的想法挖掘出来 这么神奇啊 可我们怕 你们怕什么 我们怕心灵头盔把你内心深处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挖掘出来 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该送妈妈什么生日礼物 那就好 你戴上心灵头盔就会知道了 戴上以后按一下右边的按钮 这张散碎的拼图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你们说我内心深处想着一张散碎的拼图 原来是这样 姐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以为我早就忘记那件事了 想不到那件事一直藏在我的心底啊 到底是什么事啊 那是去年过年的时候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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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爸爸妈妈明天又要去国外工作了 但是我们三个人的心永远连在一起 就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爸爸 妈妈 爸爸 妈妈 婶婶 我爸爸和妈妈他们 他们已经坐上飞机飞走了 原来是这样 大伯和伯母走的时候 为什么不叫醒你呢 他们看见我睡得正香 没忍心叫醒我 都怪我不好 不该那么贪睡 你头天晚上忙着拼图 睡得很晚 早晨起来晚了 也不能怪你 现在真相大白了 你最想送给伯母的 是那张拼图 但是那张拼图已经散碎了 可以再拼起来 时间不多了 恐怕来不及了 没关系 我帮你 我也帮你 你们帮姐姐干什么 别落了我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弟弟 你要加油 弟弟 别灰心 不是这里 是这里 我们最后一快乐 太好了 终于大功告成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 一定是昨晚有人动过拼图 是你动的吗 不是我 是你吗 也不是我 那会是谁呢 难道是弟弟 是谁动的 已经不重要了 咱们把拼图再拼起来不就行了吗 我明天就得把拼图寄出去了 时间根本就来不及 那怎么办 要不送伯母别的礼物吧 不行 这是我们的心血 也是我最想送的礼物 我们知道你很难过 可事情已经这样了 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都怪动过我拼图的那个人 姐姐 您别生气 咱们一定能想到更好的礼物 哥哥 我正找你呢 啊 提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哥哥 我刚才去找你在你家客厅 姐姐 提提 我问你 你昨天都没动过我的拼图 我没动过 你没动过 那是谁动的 我不知道 你刚才拿给笑笑是什么东西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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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呢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给我看看 提提 还说不是你动了我的拼图 不是我 不是我姐姐 那你的手里为什么会有拼图的碎片呢 这 你没话说了吧 姐姐 这碎片是我在哥哥家里捡到的 你说这碎片是在我家里捡到的 是啊 我刚才去你家找你 在客厅里捡到的 我听说姐姐的拼图碎了 我又在你家看到了碎片 我是怕 我怕 笑笑 是不是你干的 姐姐 不是我 真的 那碎片为什么会在你家里呢 你弄坏了我的拼图还不承认 我也不知道啊 姐姐 真的不是我呀 笑笑 你太让我失望了 姐姐 哥哥 真的不是你干的啊 当然不是我干的 要是我干的 我能不承认吗 笑笑 我相信你 现在姐姐认定是哥哥干的 那怎么办呢 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他就责备我 早知这样我就 笑笑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帮姐姐是应该做的 不应该想着回报 我没想着回报 可是姐姐也不应该误会我呀 误会迟早是会解除的 嗯 嗯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笑笑 你不应该只想着自己 你应该试着站在小慧的角度想想 嗯 姐姐的角度 哦 小慧这些日子以来 一直为生日礼物的是烦恼 如今终于找到了中意的礼物 忽然之间又散碎了 她能不难过吗 是啊 我应该去安慰姐姐 不应该跟姐姐斗气 这就对了 姐姐一定还在生我的气 我们想办法安慰一下姐姐吧 嗯 咱们想办法把拼图拼好 对呀 咱们拼好拼图 姐姐就不会再生气了 咱们上次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把拼图拼好 可现在只有半天的时间 咱们来得及吗 这次跟上次不同 我想咱们抓紧时间能拼得好 这次跟上次有什么不同 上次咱们是从零做起一块一块拼起来的 这次拼图散碎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有破坏 对呀 咱们抓紧时间一定能拼好的 好 嗯 这块 在这里 我又找到了 提提 加油 不是这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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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提提好样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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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大功告成了 什么大功告成了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了 拼图拼好了 哥哥你太厉害了 肖肖你辛苦了 只要姐姐不再难过 这些都不算什么 咱们去找姐姐吧 这是你们拼好的 是哥哥连夜拼好的 肖肖对不起 我昨天 姐姐 你别说了 我明白了 小慧 你要不要用心灵头盔 它可以把你现在的心情掩饰出来 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吗 姐姐 你试试看 不要 不要 试试吧 姐姐 姐姐 别闹了 TT 对不起 笑笑 我错怪你了 姐姐 你也是因为难过才误会我的 我理解 姐姐 快把拼图寄出去吧 等我回来给你们做好吃的 谢谢姐姐 小朋友们 看了今天的故事 你们想到了什么呢 对 兄弟姐妹之间 本来就应该和母相处 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齐心协力 团结友爱 并且 能多多为对方找想 就算彼此之间发生误会 也应该互相体谅 互相尊敬 这样一来 父母就能很宽心 很安慰 这也是我们子女对父母 讥笑的一种表现 人生也会因此而幸福 小朋友们 你们记住了吗 兄道友 弟道工 兄弟木 笑在钟 再见咯 我 有幸福 有幸福 兄弟妹之间 一字鬼 圣人许 手小 一字 几心 翻碍 中 二情人 有 与 你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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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下午2點開始 恭請戰性法師主法 聯絡電話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點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陸二段345號 敬邀菩薩參與訊息 同瞻法義共墓佛恩 避免信眾於密閉空間 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墓佛恩 歡迎加入分會愛群組 可登記病苦者 每日訪會後皆會回向 景廣發餓 無法保持衛生物 因為常常生活生活我身手 有個好處 有不會疲倦 有面對我 快了 最大太大的六和三和六和六和六和三和百花 再裸ícul裳特了 automated人 systems 大家可以做了我 我就 queen她oped一 Prote ou帽子 就做了我 整天都好 三色 Centre 克馬尼 בס 我在 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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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熊燈 摆 光 門 把 但是如果它有每双立的市民在城市 它是一个人的人 因为在城市发现最高的事情 他们在城市设置 这些人在城市就在城市 一家是区监督导的 他们都在城市 那我们被攻击 有很多人过去 那我们把戒指出 在城市裡面 就是到了 我们一起 所以它们也在城市 那因为是很高的 因为那条句话 有你的不同 有的堆在坑里面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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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认识到这些东西,我认识到这些东西 我认识到这些东西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家之人 为什么他只能具足五种呢 因为出家之人 出家人前面他已经将财务先捨出来才去出家 我们并没有带着在家的家当跑去出家 因为出家所使用的用品 衣服也不一样了 用品也不一样了 如果是严格来讲的话 连生活起居的环境都不一样 住的地方也不一样 当然自然而然 如果是住在试验道场的话 连一些景区也都不一样 睡的床铺或者用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这些都是有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规范 那因为前面已经先把这些先 不要说舍 就是说这些东西没有带在身上 去出家的时候就是没有带这些东西在身上 所以如果以这个情况来看 将来各位如果万一有一天 有一年出家的时候 那你们是不是如果说在社会上 曾经奋斗过二三十年 那银行里面总是会存一点钱嘛 对不对 是吧 正常来讲的话是 那要不要舍掉 再出家 要啊 舍给谁 带一些金条在身上 预防不食之需 带金块还比较重 干脆带股票 可以的话去换那个大力光的 光是最近的配息就不得了 吓死人 吓死人 那个 那个不得了 师傅你也知道这个 刚好吴玉宗刚好看到 光是那个利息就很可怕 而且那就是几张纸而已 你就带几张纸 黄金推推当 出家人其实 你现在把股票拿给师傅看 师傅真的也看不懂啦 这个是股票啊 师傅从来到现在根本没有看过股票长成什么样子 也没看过啊 所以你有一天说 这张师傅冠养给你 这张是啥 奖赞看的 又不是奖赞 这个师傅也不知道 没有去碰出这个 那回到刚才所讲的 要不要舍啊 以前真的是要舍啊 现在要看情况预留 师傅讲这个话是很真实啦 那为什么说看情况预留呢 因为 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想造成长住的负担啊 长住有没有能力去照顾你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自己有能力可以打点好 让长住减轻你的负担的话 这个对长住来讲也是好事一件 所以 如果你在社会上本身已经早已有投保的 那你也不用特别说要把那个保险把它取消掉 保险取消掉 那个 你有能力搅的话 你就搅啊 但是你不要到最后丢给长住搅 那个就比较不好 你自己有能力去处理这个事情的话 是不是站在说 因为现在长住一个道场里面 他要供给几个出家人数的话 其实是不太容易啊 每天的一些开销啦 每个月的开销啦 还有一些晚年之后的一些 生病的啦 照顾的啦 一些支出 其实都是一笔庞大的一些费用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出了家 其实现在的一种生活情况 你自己没有一点资良的话 你真的会担忧啊 这个是很现实的 你说我以前根本都不用 佛陀在世的时候根本都不用 是啊 佛陀在世的时候不用啊 佛陀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不用 你们想想看 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出家人 那些出家人 你们有好几个郭台铭耶 有好几个郭台铭耶 有好几个王先生耶 你们要知道说 那个 我们在场 我们在场有一个洋居士 要怕不怕啦 其实这个真的是需要 在家居士的一个副词啦 今天如果说一个出家人 心里面他老是担心的三餐饮食的话 你想叔叔有法度在这儿 来 我公警给你们听 不好意思 没有 叔叔要来担心一下 因为我明天才一条火 之前要叫 明天有那个信用卡的钱要交 我晚上要赶去送金 要加减赚 那这个也是一个福德质量比较缺陷啦 那从修道面来讲的话 当然是我们本身自己的福德质量的一个不足 好 那这个回到这里所讲的 出家之人呢 只能去除五波罗蜜 那如果说以大制度论所讲的 只要把波罗蜜放上去的话呢 这个都不是普通的事情 只要把波罗蜜放上去的 那个都不是普通的事情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叫做 不是普通的事情呢 能够做到波罗蜜的 就只有十地菩萨以上 十地菩萨以上 也就是像类似观世音菩萨啦 大世智菩萨啦 文殊十地菩萨 十地菩萨以上的才有办法做到所谓的波罗蜜 那以我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只能朝波罗蜜的方向走 而如果说再更具体一点讲的话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跟波罗蜜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做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是跟波罗蜜 是连沾到一点边都没有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你们就必须要听星期二的课才知道 星期二的课有解释 什么样的定义才叫做波罗蜜 什么样的情况不叫做波罗蜜 这是星期二 我们星期二的时候有跟大家讲 好那这个呢 稍微提点一下 这个大家有姻缘的话 再去看一下大致多论 好那这是指在出家人 出家人因为已经在出家之前呢 已经将财务先捨出去了 所以呢不能具足坦波罗蜜 所以在这个地方在用波罗蜜跟谈波罗蜜的用法呢 是比较属于广义的用法 所以广义的用法就是 因地上在用的 也就是在因地上用 不是在果德上用 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吗 刚才前面师父所说的 能够去除波罗蜜的 那只有十地以上的菩萨 那个就是在果 他已经圆满成就的 已经圆满成就的 所以这个是在果位上来讲 我们现在是在因地上来讲 因为我们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去除 都还没有做 还没有完成 所以我们现在是就因地上来讲 我们现在是朝这个目标在前进 那这个谈波罗蜜呢 用简单的白话来讲的话 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 叫做布施嘛 那布施有分成三种 财物的 还有法的 法还有分两种 世间法跟初世间法 佛法 那另外有一种叫做无畏施 那财布施还有分两种 内财跟外财 也就是说一种是你身外的财物 跟身体没有关系的 身体以外的 另外一种呢 是属于内财 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只要是身体去劳动 或者是去帮助人家的 这个属于设身的去 去布施 但是这个都是属于 内财 那 以再加句式来讲 这个地方针对的是 比较偏向哪一种 是偏向外财喔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出家中只有外财不能布施 只有金钱跟财物物品物质 但是如果说是法财的话 师傅现在就在布施了 法财的话现在师傅就在布施 那无畏施 同时也可能寒舍在里面 告诉大家内心怎么安稳 或者是怎么度过内心的一些 悠悲苦恼 那这个都已经算是 无畏施的一种 所以前面这一个部分 大家要把它分清楚 那出家人不能做 是出家人现在针对财物的 这一部分是比较不能去做 好 那后面说呢 在家之人责能具足 这里说所谓的责能具足 是包括财物都能够做得到 包括财物 所以这里唯一的差别 就差别在什么 在家人跟出家人 唯一的差别 就是差别在财物而已 没有差别很大喔 那而且那个财 财物呢 是指设身以外的 身外之物 好 那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一部分 去把它做区分呢 因为前面已经谈到 在家居士要修碑 是不是比较困难 那对一个在家居士 要修悲悯心呢 已经有困难 那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哪一种事情比较能够好 比较能够做呢 这财务的布施嘛 你们要再做其他的 那个就困难了啊 所以相较于比较容易的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现在在家居士 所能够做的 比较时间能够做的 就是财务上的 或者第一时间要先能够培养的 就是财务的 如果 连财务都舍不出来 要舍这个生命 那个是 不可能的事情 身外之物 有的时候他要 比方说像那个什么 社会上有一些事情 就有一个名称叫绑票 绑票 拿钱来换命嘛 所以钱比较重要还是命比较重要 命比较重要啊 所以拿钱来换 那如果说连 财务都舍不出去的话 那命 命怎么舍 命舍不出去的 所以 以在家居士来讲的话 要培养能够先 养成一种好习惯 就是财务能够舍 但是这个也是要慢慢的去 做一个数字上的堆积啊 因为后面会谈到 后面会再谈到说 那个在量上的差别啊 好 我们回到这里 那因为在家居士呢 能够做财务的布施 所以呢 以上的六种布施 六种波罗蜜呢 都能够去除 何以故 这解释原因 后面解释原因啊 一切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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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一切时钟 是说在家居士呢 任何时间都可以做 还有一切时钟 就是任何的财务呢 都能够施舍 那当然你们能不能 所有的财务都能够去施舍 那当然是看情况啊 我急到期命的事情 当然暂时先不能做啊 那这里补充一件事情 有没有听过三十二项 想不想得到三十二项 想啊 所有的三十二项当中呢 所有的三十二项 都跟布施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简单来讲 长得丑 不是你不对 但是你没有布施 那就是你的错 长的眉毛好不好看 长的眼睛好不好看 长的耳朵好不好看 长的头发好不好看 长的皮肤好不好看 长的鼻子好不好看 长的嘴巴好不好看 长的牙齿好不好看 长的鼻孔好不好看 长的毛细孔好不好看 全身上下下 只要是你身体展现出来的 每一个毛细孔 每一个区块 全部都是因为布施而来的 所以 下辈子如果说 在座各位想要庄严一点的话 一定千万要记得 把今天的这句话记下来 我希望将来庄严一点 好 那你就尽量多布施 你们有没有觉得说 师傅讲这个话 可能没有根据 你们这么相信师傅 是不是乱讲的 我跟各位讲 在大致度论 还有在我们的三十二月相品 在这个后面 里面都有跟各位说 做了什么样的布施呢 会造就你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呢 它变得好看 你做了什么 然后哪一个地方好看 你做了什么 哪一个地方好看 所以有人说 师傅你的手好好看 我说 那对啊 你们就看见多少东西 开玩笑 这个有音有缘 有音有缘 所以 这个当然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太骄傲 我们要谦虚一点 赶快把手藏起来 好 那三十二项 确确实实 在经论里面 确实是跟布施有直接的关系 有直接哦 不是间接啊 是直接的 而且是直接一对一的关系 好 那后面说呢 事故在家 因先修悲 那这个修悲呢 是说 因为我们看到别人的一个需要 别人的需要 所以我愿意把我身上所拥有的东西给人家 之前师傅曾经也在课堂上举过一个例子嘛 去台北火车站就 很多嘛 就是有一些他就是会拿一个碗啊 拿一个帽子啊 或者拿一个什么东西啊 那就是 那个 你可以做两个动作 我们那天也刚刚好又谈论到这件事情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法师他就在说 他这样子 已经是 已经是很贫困了 已经很贫穷了 还跟法师要钱 还跟法师要钱 很烦耶 第一遍来第二次来 所以我就 我才这样子讲他 我才讲他 没想到他这样子还跟我回嘴 我说 我说你这样讲是有道理 你这样子跟他小语大意 是有道理 但是有一句话说 气离不气气 是不是气离不气气 你讲的话有道理 但是 机缘不对 因为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他现在需要的是钱 他不是 他不是要你的那个大道理 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最好气机又能够气离 所以师父过去的时候 刚好身上 口袋一摸 刚才坐车的那个身上还有铃颈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 反正因为我们出入口都在 都在那个地方 我就不知道身上 那几十块钱我就抓了给他 抓了给他 他跟我说 啊 师父阿弥陀佛 你要哪一种 现在讲是说那个师父 那个法师这样子讲也对 但是有很多事情是 当不气不气气的时候 你这个道理再怎么对都有问题 你的道理都对 你遇到一个人他肚子饿 他肚子饿 他跟你说呢 你能不能给我五十块钱 买便当 我跟你讲喔 你你好好手喔 你不就要去找一个头路 不然你也去那种职业介绍所 不然你也去问我 他会挤鼓子你 你这样讲道理有没有不对 这样讲道理 没有什么不对 问题是那个时候试验你讲道理吗 你要不要带他来听开示啊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想说 他也遇过好几次嘛 在火车站 因为他都要坐火车 有的时候去工作 或者是上下课 坐火车在火车站也常常遇到 遇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 他说 好啊 来你要吃什么我带你来去买 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 这样子你心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 他钱到底是不是 拿去乱花 还是真的是去买东西 你心里面你也不用担心嘛 如果你不嫌他脏的话 你愿意跟他一起走 那你就陪他一起去 就这样啊 你这样你心里面也落得踏实嘛 他真的就是肚子饿 他买了两个面包一瓶饮料 超过五十块那没关系 所以有很多种做法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嘛 所以在家居士 因为有能力随时身上可以带着一些钱 随时可以做这些事情 或者是说随时可以把一些东西捨出来 那出家人比较不行嘛 出家人大部分带的 因为不能带现金嘛 不能带钱的 所以都是带一张信用卡 开玩笑 没有 不能不带钱啦 这个出去还是要 好 那这个所以呢 在家居士呢 可以先用这种方式来培养悲心 这是要付出行动的 不是说只有在内心里面想一想 当然是看情况 有的时候是自己 心里面要想 同时也要有一些行动 好那后面说 若修悲矣 若修悲矣 若修悲矣的意思就是说 已经开始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 我们修行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子做 因为这个跟发菩提心 跟当一个菩萨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说 当一个在家居士 当一个菩萨必须要这样子培养悲心 所以开始去做的时候 这个叫做若修悲矣 若修悲矣 就是开始去培养或者开始做 那这样子呢 当知识人 就可以知道 这一个人 能聚戒忍禁 这戒忍禁当然就是 持戒啦 近一步可以持戒 因为布施 布施比持戒容易 所以近一步的呢 他这样子渐渐的 因为有悲悲心的 慢慢的就可以鼓励他持戒 那近一步呢 可以再告诉他 或者是呢 要求自己 进一步的修忍入 同时呢 要多精进 然后再进一步的修禅定 接下来还有进一步的智慧 也就是说 当这个人开始在发起悲悲心的时候 已经慢慢的可以渐渐在聚足其他的后面的五度 那后面说 若修悲心 若修悲心就开始慢慢休息啊 那个修的修的定义喔 大家要记得喔 这之前师傅在开示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讲过 修的定义 还能不能记得 修 有人在后面偷偷的讲 工行实践 然后呢 工行实践 后面还有一个 三二叠用咧 后四转句 都已经混乱在一起了 建成类德啊 或者建成德类啊 这个是修的一个定义啊 大家要记得 好 所以喔 工行实践 建成德类 这个叫做修 修的定义 这个是在俱色论里面所谈的 好 所以呢 要慢慢的去培养 那后面说呢 男师 能师 这男师能师的意思喔 是用一个简单的一个 说法来说明 就过去呢 你从没想过要做的事情 你现在开始慢慢会 会去做 就是这样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做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慢慢培养 我加减做 加减做 偶尔做 然后变成是一种 惯性的做 变成一种习惯性的 就是经常做 或者是说 持续的做 那这个都是一种培养 这个叫工行实践 建成累得 好 得累 应该是得累啦 好 另成得累 所以这里说 男师能师呢 我们必须要先从没有做过的 先去做 从容易的开始做 做到困难的 那这样子呢 这个叫男师 能师 那进一步的 那进一步的 难忍 能忍 那后面说 难做 能做 这个都是有一些相关点啊 那意思 大同小异 那以事异故 以这样的一个意义啊 所以呢 一切善法 悲为根本 所以这一段话的重点 放在哪里呢 这一段话的重点 就是最后面这一句 一切善法 以悲为根本 就像我们在送药诗经一样 一切有情 其利 安乐 慈悲 喜舍平等之心 就是要这么熟 就是这么熟 常常念 心里面 想一下 修行的定律是什么 药诗经里面一句话 最重要的 嗯 是什么 而我去想一下 好 那这句话呢 在这一段当中 是在告诉我们说 不管是在家出家 首先要培养的是悲憫心 因为有的悲憫心 才是一切善法根本的一个基础 所以 柏语经里面也提到 大悲为上手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 那后面说 底下 三男子 若人能修 如是悲心 如是 经常会看得到 如是 这里讲的如是 是指以上所谈到的 能够渐渐去培养悲心 就上面上一段 那 一直到实践 那这样子的人呢 当知世人 能 坏 惡 二夜如虚明山 这个坏 二夜如虚明山 这个虚明山是一种形容 就是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因为无知所犯的过错呢 就像一座山这么样的庞大 像一座虚明山 这么样的 不可思议或者是说 这么样的坚固啊 那这个都是因为我们过去无量节 因为无知所造成的一些罪业 像虚明山一样 那 这样子呢 过去所做的 因为 悲心的关系 能够破坏像虚明山 这样这么般的一些恶业 所以这个是在形容 用形容的一种方式 那你说那我又没有看到 我有做过这么多的不好的事情 我们做的事情绝对是 就是不只像虚明山这样而已啦 我们不会只有做这个 做一座山而已 我们是做了好几座山 我们不要想说 我们啊那个 应该没有犯了什么样的 那个重大的过失 其实我们的善业 我们的善业 以我们的现在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善业其实做的 能够花的其实不多了呢 能够花用的不多了 如果说我们过去做的善业 真的很庞大的话 真的很大的话 我们的福报不应该如此啊 不应该只有这样而已 除非说你是自己想说 我将来生生世世要 投身在有佛法的地方 那以全世界目前来看的话 有佛法的地方大概就是 台湾 除非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 那其他要不然的话 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福德资良来看的话 就是 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 你们自己去翻一翻自己的存责账户 看看剩下多少钱 大概知道啊 那所以我们大概要知道自己 有很多的一些坏习惯 那有这些坏习惯呢 其实这些坏习惯要改变 其实都不太容易啊 所以这些习惯呢 这些坏习惯都每一个坏习惯都像一座山一样 所以不是只有一座山 好 那如果说呢 我们能够长期培养悲心的话 或者是说因为少许的悲心 那不管这些山有多少 那总是有一天可以把它铲平 所以后面说呢 不久当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世人所做少许善业所获果报 如虚明山 二业也像虚明山一样 但是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 我们所做的善业善心善念呢 也会像虚明山一样 但是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 不要想说要公过相抵 没有 公过相抵那个是 只能说 因为 因为行善的力量强大 大到这个种子呢 它不断的 不断的生长 不断的生长 生长到 那个二的种子呢 它没有办法落地生根 它没有办法发芽 所以因为不断的造善的关系 所以这个二的种子呢 它暂时没有因缘 可以产生力量 是这样的一个缘故 但是它还是潜伏着 它还是有潜伏的能力 只要一旦你若 你善的减弱下来 那这个二的力量 它可能就会开始增上 所以 有些人他会认为说 那我就不断的行善 那就可以把二业抵消 没有 那个是指那个业力的一种 一种影响 我们不断的行善 所以二的力量呢 它此消彼长 或者是说此长彼消 因为刚刚前面是讲善的嘛 所以因为行善的关系 所以二的力量呢 它暂时它扶住了 它没有因缘 可以生长 所以有的时候是包括环境也是一样 我们在善的环境当中 我们也比较不会造恶业 但是一旦我们去到 比较恶的环境之后去 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会入境水俗 别人坏的时候你也会跟谁一起坏 所以当我们去到那个环境 我们本来在台湾不会乱丢垃圾 你去到某些国家 因为找不到垃圾桶 真的找不到垃圾桶 所以你只要乱丢垃圾 你去到某些国家 因为真的找不到厕所 所以你只要随地 只好随地 大便是不敢 只好随地小便 因为真的找不到厕所 所以去到那个环境 有些事情你不会做 我这辈子怎么可能是这样子 你去到印度 你一定会有机会随地大小便 你怎么会没有机会 你去到某些地方 你还真的找不到垃圾桶的时候 你说你不乱丢垃圾 你也不太可能把那个垃圾 装在身上 那也是有些困难 除非说你是那个什么 旅行团 或者是说你车上有那个什么 垃圾袋之类的 你可以装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恶或者散 其实它有些是 只是潜伏着 没有产生 没有产生他的夜暴 或者是说没有让他产生力量 这样子而已 所以不能以为说这个是功果相抵 它可以减薪对方的力量 但是不会消失 好 那谈到这个地方呢 是在谈 修悲的利益 修慈悲的利益 那同时呢告诉我们说 所有一切善法的根本呢 是以悲所建立起来的 好 那这个部分呢就谈到这个地方 那这里全部整个解释的就是悲禀 包括前面所谈到 我们该怎么样发起悲悯心 前面都已经有举过很多的例子 那我们可以从自己实际上 生活上的例子呢 都去留意一下 有哪些事情是你容易感动的 容易感动 感动完之后才有可能进一步的生悲悯心 有些人他 不会 没什么感动的 你要再 再要 再那个让他生起悲悯心 那个会很困难 所以 那怎么样生起悲悯心呢 有时候我们看这种文字 看的时候没感觉 那你们可以去看一些影片 看一些那个 最近这次师傅出门 刚好看到那个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在那里面你就看到大家彼此共业的那个关系 大家彼此共业的关系 然后同时呢 因为你个人的一个念头 是善是恶 还有你在动机上 还有你在行为上 他所判断的事情 结果他就是 他就很具体的告诉你说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他会造成什么 他后面他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当我们在看那些事情 也许看起来好像是 是神话一样 但是里面他从另外一个 一个夜感来讲的话 其实事实上也是如此 那所以 当有一天我们面对 面对老病死的事情 我们要跟他争辩一些什么 这个事情怎么在我的身上发生 为什么会在我们的身上发生 其来有之啊 所以 那师傅去看到那个第48个 第48个善人 他叫做那个什么 是善人嘛 第48个善人 他在他面对审判的时候 他就是 你们看你们怎么判 当我们在面对善恶业的时候 也是应该是这种态度啊 什么样的一个果报 我们应该都是乐于接受 乐于承担才对 所以他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话好说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有什么好说的 病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病讲 你说你怎么可以在我的身上 生这种病 你跟谁讲 那第48个 贵人啦 贵人 第48个贵人 接下来还有第49个贵人 他们两个是兄弟 两个是兄弟 俗人有才有用 都看到那些 刚好都没有看到 这只是 也是一个讯息嘛 因为就像刚才师傅讲的 我们有些人他看文字 他是没有办法感动的啦 你是去看一些 看一些觉得说很感动的 尤其看到后半段的时候 尤其看到后半段的时候 哇 洗来洗 真的是蛮不错的 原来发现自己还有一点眼泪 不是干眼症 哈哈哈哈哈哈 看一看这些 原来发现自己 原来我是人 好 那我们也是一样啊 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悲悯心 好 那悲评呢 谈到这个地方呢 就告一段落 我这第三个悲评已经讲完 好 那所以呢 普通一件事情 被叫做拔苦 被叫做拔苦 是希望把对方的痛苦的事情呢 把它把它处理掉 好 所以呢 接下來要谈的是 解脱品 要让一个人完全 完全 摆脱痛苦 摆脱烦恼 就是让对方解脱 那个就是真正的慈悲 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包括我们本身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 痛苦的事情也是一样 我们自己痛苦 别人痛苦 其实都是 差不多啦 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 因为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觉得很辛苦很痛苦 所以想要去帮助人家 好 那要帮助人家的话 那势必 在时间上 或者是说在圆满上呢 一定要让他达到完全 以后 这个问题不会再发生了 这个问题不会再出现 以后你不会再受这个苦 那这个叫做真正的解脱 如果说还会再受苦的话 那不是真正的解脱 那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虽然懂一点佛法 或者是说有在 修一点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的烦恼 还没有完全的在我们的身上脱离 或者是说脱离的根本也不多 所以这些痛苦的事情呢 会随来 会如影随形的跟在我们的身上 那 这种事情要折磨多久 就是折磨到我们解脱完 等到我们解脱的时候 这种折磨痛苦才会完全的停止 好 在讲 产生悲悯的因 悲心的因 现在开始要讲 那既然生起的悲悯心 总是要有方法 总是要有方法嘛 那方法是什么 就是解脱 那所以进一步的必须要知道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解脱 让对方完成的 完全的 离开痛苦的拘束 好 那底下说 善男子 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修悲者 当之世人得一法体 未解脱分 所以跟前面的 前面的悲悲有关系啊 如果说连悲都没有的话 那解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密切的密切的关系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刚才上一堂课不是讲了好几遍嘛 以大悲为上手嘛 就是我们前提之下 所以有一切善的根本是以悲为 为基础或者是说为根本 那所以先建立这样的一个心情 建立这样的一个悲心 所以进一步的 才有办法生起解脱的那一份 好要的心 所以由悲而产生 想要欲求解脱 因为解脱才可以完全的 帮对方去除痛苦 那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祸除 断除痛苦 所以因为有修悲心的关系 所以可以知道这个人呢 他已经先成就 先成就 这得一法体 是指说这一类的 一类的解脱的体性 能够获得这一分 或者这一类同类的 或者是说这一类的解脱的体性 好 这个是这句话的一个意思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没有悲悯心的话 这个解脱解脱的法体呢 也不会存在 因为有悲悯心的关系 所以这一份解脱的体呢 体性它才可以存在 所以这个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定义 那为解脱分 我们的那个修道上 从三种来做区分的话 一个叫做顺服分 顺服分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不思 顺服分 不思 持戒 忍辱 这个都算是顺服分 先修服 先修服 建立服之后 才有进一步的解脱分 所以这里第二个 也就是顺解脱分 这里所谓的顺解脱分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分呢 它有好几个含义啊 这个顺解脱分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这样子持续 随顺下来 会慢慢的趋向解脱 顺着这样子做 一路上这样子做 慢慢就会解脱的意思 这个叫顺解脱分 这是第二个 前面是顺服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先做顺服分 接下来要做的是 顺解脱分 第三个要做的是 顺抉择分 前面两个 前面两个都是告诉你说 你就是先培养不思持戒更忍辱 这样子的话 慢慢你去做 尤其是持戒 持戒慢慢的 让自己的身口意呢 越来越清静 越来越清静的时候 就越来越自然呢 能够趋向解脱 为什么可以慢慢的越来越趋向解脱呢 因为贪嗔痴慢慢的远离 但是远离还没有断 远离还没有断 那要让自己的贪嗔痴 真正能够断除 有办法获得究竟解脱的话 必须要顺抉择分 所以这一个抉择分里面呢 它就有思维神律 的一个作用 所以有这三个次第 那顺抉择分到这个位置呢 也就是所谓的四加行 所谓的四加行 这个大家能够记的话 你能够写你就写 你来不及写的话 现在就是师父跟各位讲 第一个先修复 第一个先修复 就是让自己的悲心呢 不断的增上 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词戒 词戒呢就是顺解脱分 词戒跟忍入 这个都是算顺服分跟顺解脱分 其实这个都是有重叠啦 接下来开始真正要操作的是 顺抉择分 开始自己要能够去判断说 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 跟解脱有没有关系 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 跟断烦恼有没有关系 那先不用去示威这个 先不用去想这个 因为后面这一品 他告诉我们说解脱品 里面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 怎么修才可以达到解脱 这一品的里面的内容 既然是谈解脱品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所修学的 或者修习的 是不是能够趋向解脱 这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去抉择一下 我们去好好的去想一下 好 善生言 世尊所言 所言体者 云和为体 世尊所说的体 这个法体 这个法体 这个解脱体 这个解脱体 它为什么云和为体 它为什么叫体 或者是说 是依什么为体性 因为这个云和为体 它有好几个 好几个可能 或者是说好几个问题同时 重叠在里面 是依什么为体 或者是说它的体性是什么 云和为体 好 这句话要问什么呢 这句话是在问说 我们本身想要得到解脱的解脱的话 我们内心里面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那个叫做体 有的时候大家看到体的时候 戒体戒体戒体 常常听到戒体 那到底戒体是什么 戒体所谓的戒体 它就是阻止你做坏事的 那个功能它那个叫做戒体 所以这里的体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才可以让自己 产生对求解脱的那份的用心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 这里面所看到的一些体 也就是说我们的性格是什么 就是这样 好 那依什么为体呢 是这句话 这是在说明解脱的因 好 那接下来呢 世尊的回答 世尊的回答 先告诉大家 得体的方便 不是真因 不是真因 但是是得体的前方便 先说明怎么样得这个体 但是没有先直接回答 我们可以再看前面的那一段 所缘体者云合为体 但是世尊不是直接跟他讲 什么是体 什么是以什么为体性 没有 世尊的回答是先跟大家 是先跟善生说 这个体的建立 我现在先告诉你说 这个体要先怎么样获得 我才能够告诉你这个体是什么 好 所以有前后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案例 好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哦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举办共修法会 日期5月7日星期六起 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至5点 恭送不动如来品经文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逢农历初一 5月1号5月30号 155月15号 时间下午2点 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避免信众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共募佛恩 加入分会 奈群主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 皆会回向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 国小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6616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公司 公司 2 3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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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在这一段时间,被决定了, 这一段时间,被决定失联会了 所以就是 工作人員 在電影中心裡 第一線上傳訊息 他的 他們有的 探訊息 在電影中心裡 之前 在電影中心裡 在電影中心裡 然后这个准备地包里边有更多的参照 这种参照的另一种感染 Stress 这种大伙法是参照的 我平時在這兩天radio女生,女生生,女生,女生,女生 私 我早就在這兒回家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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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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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所有んで的 我都知道 我都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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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双首歌 我都想到 我都想到 想到 我都想到 从这双首歌 就有点 他以前是安岩的 他以前曾经他写着 他以前在外面的人 他曾经到他ятно 和他有我们要做的 他的关系 他们没有做到 他自己的关系 他本来想提起 他就算了 他会说 更加了 至于 所长级勒 隐历价 According告诉了我会 单身成为住民 因为他们甚至给他们 Drew 什么意思是没有 等于他的我们 真的功夫 勉 Bow says 刚才和你身季玩玩一惊 口感 exactly跟连于你 姓名妈替书又 proposed 同时使用作与平均不足, 创业官将或增长的循环 在演出, 被认为 罗 finances, 老田。 在演出, 羊丹。 在这里有放这些验照两个人 如果被调查 , 怎么缓试 在那里有很大的声音 在这些设论是 你自己设计 再来 你自己设计就信 不是我设计是 我设计要做马来的 让这些验照 在这些验照 在先生说,我以前去了其他人。 在这里是一种义的。 这样的义这种义的义。 是一种义的义民。 这个义民被寄了那点。 以外的看來自然帶來自然而為 以這裏比佑世界地人很大 也比你更多,你要像這樣 应经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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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